大家晚安 今天要來教各位如何用windows的指令 來打開電腦管理的視窗 首先依然是用windows鍵加r 叫出執行視窗之後打 compngnt.nsc的指令 然後按確定 就會跑出電腦管理的視窗出來 裡面有系統工具 存放裝置跟服務與應用程式 其中 裡面比較有用的是裝置管理員 在裝置管理員裡面 可以看到我們經常使用到的一些裝置 從這邊可以看有沒有 驅動程式未安裝完成 從我產生的錯誤訊息 再來在磁碟管理裡面的話 這需要一點時間 可以針對我們現在所安裝的磁碟 做一些分割或是管理的動作 目前大家可以來試看看 目前大家可以來試看看 應該是不一定的 可以拿磁碟管理員 說的 可以在磁碟